6个小时,哇,这个是太多了 那么,怎样是标准呢? 我现在讲的标准 就是12岁的孩子,12 years old 到大概是16-18岁,一天不可以超过2个小时 No more than 2 hours a day 这两个小时可以分开上午,中午,上午,晚上 每一趟30分钟 但是你说,Dr. Wong,你不是玩游戏的嘛 玩游戏不是这样子的,还是一个小时以上 对啊,但是呢,只要你可以分开来呢 它就是比较难成员了 所以这些东西加起来,已经3个月了 就是成为上员病了 这个是WHO了,不是美国了 就是全球的诊断当中是这样说 啊,你看看 你这个人久了,十多年了 他已经是习惯了,他睡着了,又睡在面前了 为什么?他喜欢 啊,那么在中国呢 看起来是个中国的,你怎么去困住他 他没有疾控啊 很惨的啊 那么基本上呢,他成员的时候呢 他不可能说救我啊 啊 啊,网上色情啦,迷信啦,很多啦,这些东西啦 基本上呢,上运者呢,没有记住的 所以呢,你要求他的爸爸妈妈做什么 啊,他没办法说,来救我 他觉得自己了不起很好啊 就是说,I am helpless over my addiction 对我的潜力呢,是我无能回力的 至于他可以到这个地步就好了 通常呢,我就是临床上,看着是病人啊 啊,小孩呢,通常是怎么样啊 跟爸爸妈妈的关系严重的破坏 包括,爸爸又打电话给警察局 说,我的儿子不上学了,怎么办 这样子 那么,警察局来了 那么,警察局说 你的儿子啊,需要 啊,心理辅导啊,心理治疗了 这个是一种 另外一种呢 这个孩子呢,关着自己的房间 不上学 就是你给他吃饭 啊,他要求你给他吃 但是呢,你弄他的 网上的这个线路的话 他就是严重生气了 发脾气,你就害怕 那么,就是没办法了 那么,就是来找我了啊 你看呢,老鼠的自动呢 原来老鼠很喜欢吃东西 人呢,有一个罪感 犯罪感,就是说呢 我要弄一些很快,很有效的东西 但是呢,不少的后边呢 是有一个trap 啊,很关注你的 哎呀,被关了以后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没有人救他的吗 他没办法拒救吗 所以呢,有时候呢 弄成这个样子了 这个不行的,这个不是美国的 啊,不可以怎样去 去绑住这个孩子 所以他不上网嘛 啊,我以前就在旧经上的精神科 啊,指尽时 啊,psychiatric emergency 我可以写个order 我说,哎,关注他,绑起他 我们不要这样绑了,绑有四种绑法 双手,双脚 通常来说呢,我就是说 绑他的右手 看看怎么办 不行的话,绑他的左脚 就够了啊,不要这样子 这个是很野蛮的 但是没办法嘛 啊,你看啊 不就是中国啊 但是在美国也是这样子 很难,他就是 网上已经是被的 纯粒下去了 那么这里讲一讲 罗马书啊 这里是说 商人者的悲叹啊 罗马书7章49到25 啊,讲一讲啦 这里说是怎么样啊 啊 我不愿意做的恶 我倒去做了 哎呀,为什么是弄成这样子呢 我发现有一个律啊 就是我想上线的时候呢 恶就在我里面出现 那这个是 每一个人是这样子的 是程度上的问题啊 就是说呢 人之初,圣板上 这个我们瑜伽思想呢 这个我们瑜伽思想呢 我相信的啊 上帝被唱 唱就人的时候呢 全是好的 但是最 近日的世界 所以呢 就有恶 这种恶呢 是在我们里面出现的 基本上有两股 基本上有两股